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芒向快报》的时间 今天就是2020年的6月28日星期日的黄昏时间 这里有我许刘先生,还有仍未睡觉的青瓜仔,易德台仰 大家好 还有跟我们谈一声,跟他讲一声早晨才行的加产生加拿大加产生 各位网友好 记住啦,like我们的影片,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静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哇,他们这班饭部派,搞一个小圈子的初选 很好笑,他们当自己是真的选举来玩的 一开始已经狗咬狗骨了 本土派那些,已经走出来在沙田建了一个坛 有人在沙田说,反这个泛部派初选,直接开了波 不过就不管了,最重要是什么呢?可以吸眼球啊,拿view啊 可以有话题炒一下 就把这班人推去,这个大屠杀式 大家不看大屠杀?就是日本电影 其实只剩下最后一个位置就是赢 竟然搞一些叫做初选的选举论坛,我觉得这个很好笑 基本上说这个初选论坛当然是要攻击对手 你知道他们怎么会攻击这么简单 抹黑啊,潘污水啊,底位啊,蟹乐啊,什么都齐啊 他们昨天就举行了第一次,哇,真的相当精彩啊 我们其实之前都猜过的了,就是这个黄碧云啊 邪神? 邪神,真是邪神,我们都说过了,九西直选的参选人 在这个选举论坛,原来就由《水果报》,《99加1》,《立场》 和《叶普城寨》一起合办的这个选举论坛 有有啊? 是啊,很明显的,我们推你们这班人去市,想看你们互相细咬 这四个媒体就立心不良了,很明显的 一定看你们怎么市 那我们昨天看过了,一、二、三、四、五,十个 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好像是九个团队,九男女,什么都齐啊 那这个九西里面呢,都有一些,范步派里面 大家都有一些挺好笑的啊,有毛孟静啦,都挺触目的 还有火魂邪神王碧云啦,还有啊,都不知道用她男好女好形容她的岑子杰 在这个九西里面,真是空缸啊,大家都知道她在沙田做区议员嘛 那好了啊,昨天她们这个选举论坛呢,她们集中破 她们不是兜潑污水啊,她们潑来潑去,潑到同一个地方 不断向一个人射箭 那射到万箭穿深,就是王碧云 电龙虎门啊,共产啊,是啊 被虎门大尖迫迹远邪神,个个变成了小虎王小龙啊 好像那个电光独龙转,黄小虎的电光独龙转 好像很多个分身转转转转,一起转爆她 大家如果有和人去夾过就知道了,如果斗沱污水呢 有一个判毛孟静,毛孟静又踩到岑梓杰那里,岑梓杰又踩到何启明那里,然后又踩到其他地方 就没有一个焦点,而且互相变得很相和气,双得很紧要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提法,我自己就会这么看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黄碧云里呢?他们这班人一定是在一起的,大家同意吗?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基本上他们是很恨民主党,因为民主党无论怎样都是这班人的最大鞭 而且是属于温和派,他们最容易民主党拥有最大的鞭的一个份额 因为他们在地区等等的装脚三十多年难以堪 如果大家有看到,他们今次的区议会选举里面的泛暴派来说 民主党是占得最多的一个,也有被人说是大党的称 当然这个糊涂智慧,不知心里面是什么声音,不是害怕 心里面是什么声音 之前在那个访问里面已经说 谁看不到,我已经带领了民主党向前 那我们讲讲昨天这个九西选九西有多好笑 首先大家记住,喝水之类的,记住小心控制 大家都猜到了,一定是重点招呼黄碧云的 因为之前本土派,大家都知道本土派那些其实是瘋的 被选举人咬的,大家都想到了 那些比较明星,比较高一些,例如陈子杰,毛孟静那些 当然了,跟本土派一起去黄碧云,昨天黄碧云自己 在一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已经说了 呵呵呵,有朋友提醒我,小心点 我今天会被人重点招呼 哇,整班人其实都预了,可能就收到疯了 那整班已经立刻,那些狐狸的尾在那里伏着伏着伏着 那真是的,个个都重点招呼他 尤其是本土派那几个候选人对他的批评是最猛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黄碧云说过青年申政是叫共青年申政 哦,找他出来 一定是,黑历史,潘污水,互相批争,踩脚,打争 一定是 所以说这些初选的论坛,这些全部都是没有意思的 根本上就变成大家互相揭瘡疤 不是就事实,就时事,或者就政治,经济,民生去辩论的 是互揭瘡疤 接着黄碧云说,哎呀,不要这样啦 希望大家团结一致,这些是最假的了 团结一致是万能的 是,万能key 就是令我想起,其实那帮本土派那帮呢 就是说衰的,这个就是指着黄碧云说 你违反我们本土教义 我们泛民的教义就是本土,你违反我们的教义 你敢不敢敢说香港时代革命 就是那些这样的说话 你黄碧云现在不做这些事情 就是你违反本土教义 我们是原教旨主义派 为什麽你敢教我们初选 为什麽搞这些事情 你够不敢吃屎 你不敢吃这一口屎的话 你就不是我们自己人 投名状那些是吧 是的,投名状 是的,我觉得这些事情都蛮好笑的 这个就是,又不肯道歉 就是硬不可以认罪物 我希望大家团结一致 跟着那个叫做张坤洋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人 这个人 那个大专学家 国际事务发言 哇,多厉害 向国际发言 你们跟他说话 说英文 是吧 张坤洋 他去问黄碧云 是的 2019年7月1日 你没有协助前线的暴徒冲入立法会 还跟这个 这个是他们所说的 叫勇武派的人 割席 那黄碧云呢 还批评黄碧云的民主党 是到了最后一刻 才出来抗争 哇 把他们整个打残 黄碧云就立刻 立刻手机 是不是 那真的没有出来 是不是 连那个白头佬 什么梁耀忠 都有出来 是不是 不过被人抱着拖走 就是想想妈妈 这个时候 毛曼正立刻 音乐嘴笑 哼 我为什么撲出来 没有叫人冲 但是也叫人想想想妈妈 是不是 《望向编辑部》也提过我 提过几次 想想想妈妈 多轰动 哈哈哈哈哈哈 接着又是那些本土派 勇武派的学联抗争者 原来有这样的 学联抗争者支援基金 前主席梁泽锋 继续加一脚下去 嫌他不够屎 哇 这个本土派多年都被这个 传统泛民的遗憬 顾立无缓 认为旧有的政治 已经彻底失效了 议会的抗争 一定要全面升级 还说 要求黄碧云 如果黄碧云 连任的话 就要把肢体冲突的文化 带入议会 都不用了 已经进去了 是的 每天打一次次打 你想怎样 是的 他打了多少次 其实我们都是有限制的 黄碧云都很难回答 他说民主党过去一年已经调整了路线 会尽力作出改变 喂 你调整了路线 但是不见你动手 他们要你动手 不是叫你调整路线 是吧 嗯 其实他 其实 现在这帮人最害怕的就是 民主党玩击 因为民主党玩击的话 那些人就会 就是 那些人会投入民主党 因为民主党 怎样都是信 那些人知道民主党 根本就多过你什么 张昆阳那帮人 这个就是 所以他们是要 不停地借民主党 他们常常就 就说你民主党埋香港 这个潑污水 潑下去 他们发觉 这个饼 其实是有二百万人的话 这个饼是这么大的话 你民主党 这一次驱选 是现出了 无论怎样 民主党是佔最大的饼 所以他们一定是要咬死民主党 就是所谓什么 巡失其鹿 天下共族 就是谁没有了这块最大的饼 就个个都会 我狗抢什么 民主党最大的罪 民主党最大的罪 并不是不支持你们 民主党最大的罪 就是 他拥有最大的饼 他是大台 跟着呢 这个 张昆阳他们这帮人 原来都找到多少 黄碧云那些坏东西出来 是吗 这个就留给 你问胡志偉 可能胡志偉手机有 可能 可能 然后 原来就说 喂 张昆阳说 出力 改变 是民主党那些什么 抗进宇 许智峰 然后就 说回去 你没份 他很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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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奸 有传 他在中大冲突的时候 他乱乱递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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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 他说风凉话 哇 这么多人 是不是open day 你是不是open day 你是不是open day 你是不是open day open day 是不是 那些风凉话 有没有录音 有没有录音 先不要冤枉 老实说 你这些人 我将军阳坤你 我就是证据 可能都是这样 接着黄碧雲 黄碧雲就说 黄碧雲有这样解释 七抵的时候 他都非常担心出事 又说中大的事情 是误会 他没有斩钉截 说没有 我没有这么说过 他说误会 是吗 open day 可能第二样 可能看到厨房的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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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是open day 是电烟地 然后还好笑 我当时都很担心 说我没有眼泪 有说自己很担心 继续 就说 本土派自居的那个 冯达进 然后有一些嘲讽的耳尾 指着黄碧雲说去 之前内会风波的时候 走去主席台的时候 原来你用了八年的时间 才学会捐山洞 他可能意思是说 你试着试着试着 才放上去 指着人在那里骂几句 你现在才懂这些东西 又问他怎么看内会的肢体抗争 他说会继续的 议会抗争就会继续 不过肢体的冲突是有限制的 那些人就骂他 不够勇武了 有限制 即是怎样 指着两个手指 就当是 他们的潜台词是这样 这个我加上去的潜台词 冲俊伟再问他 所以这些本土派的素人 他们能够赢到初选 微乎其微 但是 就在这些论坛里 不停狂咬自己人 我不知道 他们最经常说 这些人叫鬼 我觉得这个感觉挺鬼 他就问黄碧雲 如果你未来 能和他们一起选入议会 会不会和他们一起冲 然后黄碧雲说 一起冲 一起冲 喊两句 喊口号 当然 那些人都当他得淡笑 那好吧 他说 我们都早有准备 全部人都找了资料 都是对准黄碧雲 又说他 2014年的时候 那些什么 预备佔中的时候 接受过挡水炮的训练 说他 大家有没有印象 他好像陶军行也有挡过 陶军行 还有这个 有没有林卓廷 刘慧卿也有去的 是吗 林卓廷不知道没有 因为 林卓廷那个 我们先讲 那时候 刘慧卿 何俊人都有份 好像有 那时候 林卓廷好像不知道有味 因为那时候 只不过是何君堯 水炮车的时候 叫他射一下 林卓廷 看看那些臭虎 有帮助 那样 跟着 那个又说 喂 你有接受过挡水炮的训练 他说 为什么过去一年 不见在街头 帮手挡水炮 是吧 那跟着呢 有些本土派质疑 而他呢 不懂唱这个叫做 袁榮光 就 归香港 那要他即时 無半周 即时清唱 那王碧云呢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他不懂唱就是什么的啦 等于有些人 等于有些人 这首歌 我 我不 你那帮人 你那帮人 每个都懂唱中卫人民共和歌 但是你们都不认自己是什么啦 是不是 他们还说 他们还说 人家是什么 香港的警察 还说香港警察 什么黄军 又是什么军法式 什么军行刑式 还是什么 你们和日军有什么分别 唱 唱歌不懂唱 然后立刻 什么七格耶路 立刻把你处决 你也是这样 懂不懂唱 懂不懂唱这首歌 不懂 立刻把你一刀刺下去 王碧云就说 哦 那我们一起唱啦 挺好 可能要他们一起 他可能真的不懂 这首歌 真是 太难听 这首歌 真是说衰点 这首歌 真是很难听 我这个看到就笑到肚痛了 那王碧云就 他又在说了 就是到自己所谓的主场的时间 他就说过去一年很多香港人都很愤怒 但是不希望大家用这个怒火来自反 要不然35加进去都是四分五裂的 怎么抵抗到这个暴政 你们一向都是四分五裂的 是吧 没什么结果你团结 是吧 籌款你都不团结 你们一当我六一二 一个有这样我那样 自己都不是啦 是吧 继续 跟着又说要团结一支 抗拒暴政 又是这些垃圾 就是这些垃圾 垃圾东西 之后又有一个说 其实都没有分说什么本土派和民主派的 人人都是抗争派的 大家放下 希望大家放下 彼此宽恕 是吧 再说一下 原来毛孟静也有说几句 是吧 议会呢 怎样都有些规矩 所以都要小心点 类似是怎样 跟着有些说到很厉害 就是完全进不了集 或者连选都没有机会选 那些 刚才说的凤俊达 不是的 这个解投议会 要结合这个 什么立法会议会才行 要认为要把肢体抗争 带入议会 已经做好了被捕 入獄的准备了 哇 你真是叫 你入了獄 你又没有那十万 越来越新的了 不要说 不会 不会 有邵教津 是吧 邵教津的 为什么邵教津有 我没有 可能到时候 每个都拿来做案例的了 也都有 有网民就问岑梓杰 就说他 你身为沙田的区议员 但是你走去九西 是吧 你为什么要走去做九西 那些 背起沙田振元村的选民 沈梓杰 沈梓杰 然后又想到 原来 大家之前看的照片 就是沈梓杰和长毛 一起拍那张照片 他说原来我俯冲的 九西希望长毛可以选到新东 自己呢 他说我去佐敦 我住佐敦 所以选九西 那你之前去沈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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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议席是比整个整个 那些人 真的不知所谓 那些人 那些人 那我们今晚都相当精彩 那他们现在 一计成功 即是找了一个 杜草人狂砌 狂插 那今晚 这个选举论坛 那他们应该又有另一坛 又有相当精彩 过瘾的东西 那今晚那个叫做 选举论坛呢 那不如这样 那我们现在 应该我们 大家听节目的时间 应该都差不多开波了 看下来 开波了 差不多了 那我们试试猜一下 他们今晚 哪一个会是战靶 好吗 那最不起眼的那些 应该都不会做战靶 因为没有nose 所以说出来 那听着了 九冬啊 那他们正式交锋 这场好看啊 又怎么样 电脑谭德智 哇 听到这个都很厉害 还有 胡志伟 黄之锋 还有谭文浩 斯德莱 李嘉达 都很厉害 大家看似乎 哪一个会被围剿 谭德智 其实个个都是本土派 可能黄之锋 赵黄之锋 赵黄之锋未必 未必的 我估计会不会赵胡志伟 可能到最后 胡志伟 有胡志伟 那就是胡志伟 始终都是大台 大台 你没能够赵什么斯德莱 不知道是什么来 李嘉达也没能够赵他 斯德林 我知道 反而斯德莱 是会不停地赵胡志伟 应该会是会 是吧 这个好题 我最期待谭德智 胡志伟你吃香 你 民主党吃香 胡志伟选新东 是啊 整个洞都在这 如果你在选举论坛那里 你到底有没有见到指挥官 你究竟不是做戏 那玩了才可以 跟胡志伟说 那才是过瘾的 要他低到黄碧环 我眼睛低到黄碧环 已经执死他了 为什么你们要什么 为什么要包庇黄碧环 为什么你不叫他退选 哇 好啊 这个 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我们明天有什么 过瘾的东西 这个选举小圈子 按摩摩摩的选举论坛 怎么可以再说一下 我觉得很好笑 我自己买 还有 希望 谭德智千万不要吃药 不要吃药 想像这样才厉害 这样才有爆炸力 我们万众期待 好 多谢大家今次 拜拜 拜拜